暑假即将到来 不少学生准备找寻公读 还有实习的机会 今年苗栗县政府规划了 公司部门攜手 总共提供了140个职缺 公部门新增加5个乡镇公所 提供职缺 4部门则包含26家企业 让求职学生有更多元的选择 迎接漫长暑假 苗栗县政府公读实习求职列车启动 今年县符合企业公司部门合作 共提供140个工作机会 我想年轻人将来总是要就业 那他现在如果还在读书的期间 先来职场试看看 我想也是人生一种不一样的历练 因为总是有做好准备 然后到职场来 我想一定会把将来在职场的 适应能力会更强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县内 这些优秀的青年子弟 利用暑假期间来打工 不但可以学习很多工作的经验 再来也可以赚一点的佣金 这个补贴将来继续读书的费用 也不无小补 县符过去每年暑假都会开放工资实习 今年首度和企业合作 工部门80个职缺 包含县符还有院里泰安卓兰等 5个乡镇公所开缺 私人企业共60个工作机会 包含船产科技业等 学生可以依照兴趣前往探索 我们今年是所有的职缺都做了一个编号 如果你对那一个假设你要到文官局 你就投文官局 所以这个部分会变得更清楚 我相信会我们工作的机会 会更能满足我们同学的一个需求 这个计划来实施之后 希望可以引导更多的青年 除了我们现在餐业服务业之外 可以更多的青年学子朋友 可以投入制造业的工作 我们也期许这样子的记者会 带给我们青年朋友更多的选择 而今年和企业联手县长钟公警也提出 明年加入农业项目 那我刚刚也承诺 因为我明年可能也会号召 我们18乡镇市农业会 希望他们也加入这个行列 让年轻人也喜欢上农业 其实不管是企业主也好 是公布媒也好 是农业会也好 我们当然希望苗栗县的青年学子 将来尽量毕业以后 有机会留在苗栗就业 所以这第一份实际的工作 我觉得非常重要 县服企业攜手创造更多机会 各式工作内容提供多元的学习 让学生在短短两个月内 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